學生他玩了一陣子之後 老師這邊如果說 你想知道他學習的狀況 那你就回到你的教師主控牌 然後一樣是到那個 學生的戶口及進度這邊 點進來 然後這邊你就可以去看你的 所有的課程的學生進度 比如說我找個六年級的來看 那這邊有一個查看進度 那課程下面會有一個查看進度 那你把它點進去之後 這邊就會用圖像畫的那個方式 讓你看小朋友過關的程度 那這個課程是20小時的課程 那小朋友的過關程度都顯示在這邊 那你就可以知道誰很努力 誰很偷懶 那這有幾個是那個轉軸 或者是老師多開的帳號 或開UV的 那個要到時候刪掉 那像這個超前特別多的 就是回家都玩了 也不是都玩了 我會鼓勵他們回家盡量玩 然後我跟他說 如果我會依照這邊過關的進度 然後決定說我要找賊來玩 那個Arduino上課這樣子 對他們有幾個真的很有興趣 他回去就很努力 還會找爸爸一起幫他過關這樣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的進度 有的完全過關 這個就是應該就是我那幾個 幾個隊友 好 然後他這邊 這個是24小時 是我們指定的課程 那如果你想知道說他有沒有去玩別的課程 你可以在這邊直接跳別的課程 比如說這是蠻快 會有幾個小朋友會跑去玩 你都可以看到他們的進度 所以不管他在哪一個課程 你就可以這樣去做檢查 那也可以在這邊隨時切換 你要看幾年級的 所以這個是老師管理的部分 然後另外 除了這個圖像畫的資料之外 如果你到期末你要算分數了 我總不能這樣一關一關看 你可以點這個統計資料 這邊就會有直接數字跟你講說 他總共寫了多少層次 總共過了幾關 有的很誇張的 這個四十幾還不誇張 這是五年級 看一下六年級 我這個也是我們哲學奇才開始用 那學生就上過兩 給他玩過兩次 然後其他時間就是他們自己回家 回家努力 所以有些小朋友真的回家真的很努力 174關你看 這很可怕 我都才可能過不到二三十關 都沒有再過了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 來看到學生努力的程度 那你分數就很好算 在這個部分的分數 各位可以檢查一下 好 好